原本,小编是抱着放松心情的期待,去看西红柿首富的,逻辑什么都不重要,只要都脑洞大开,够有人报效,小编愿意放低标准,但求疑了。 然而,太令人失望了,西红柿首富便说没有一处做到了真正高级的喜剧,甚至所有的段子都呈现出一种用歌之观众的粗鲁,拍完令人浑身不舒服,没有了开心麻花,以往由话剧改编,而自带的工程的故事结构,一拍脑能拍出来的西红柿首富,仅仅继承了夏洛特烦恼的吊丝气质,甚至做得更加吊丝, 演续了修修的铁拳甲正经价值观升华,做得更身影更空洞,所以别的不用比,仅仅是在开心麻花的体系里,西红柿首富称词,也只能算个顶级项目,低端自黑,求人的人,西红柿是首富。 导演,严肥彭大墨,编剧,严肥彭大墨,主演,沈腾宋雲化将一名将成观察员,未详,旅行,喜剧,制片国家地区,中国大陆,预言,汉语普通话,上映日期,2018年7月27日,中国大陆,时长,118分钟。 首先,得佩服主创的嗅觉,要是人的梦,有版权,那么一夜暴富就是最大的IP,让主角的故事围绕一个月内花光时宜展开,已经不是吊丝尼习那么简单了,尼习好歹还有个过程呢,不是,这次简单粗暴,钱怎么来的不是重点,只管玩蜜花。 主创大概觉得这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事情了,于是做尽了拿观众当傻子之能事,那一个个装疯卖傻的端次称场面,指望大家笑笑就过去了,不让观众发现他的一句之本。 那剧本师则十分糟糕,看过电影,无法对主角王多宇,产生代入感和同理心,并非是因为没当过有情人,而是这个人物,无法承担起剧作层面的启程转合。 他从一届屌子启程,中间不忘弱弱的表达一下,接受底线的原则,然而这在空洞的结局面前跟本人并乱,最后,王多宇用金钱买来了友情,买来了爱情,买来了人生巅峰,对比巨额财富。 他所面临的挑战,只不过是毫无惩罚性后果的考验,要爱人还是要金钱,左右都是自私的选择,他选哪个都不会比自己最初的境遇更坏。 电影用根本站不住脚的人性的光辉,给了王多宇洞房花竹和金鲍提名的双赢,可是他凭什么呢? 作为一个电影的主角,他的成长是什么呢? 他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? 没有遭遇可能会送命的挫折,就能坐向其成,女人也是烧钱追来的,王多宇哪里是名利双收? 分明是人赃之祸,当然,闹剧做到这个半,上,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他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,一,定要接到欢喜。 这时候,不劳而获的基调,就成了影片的原罪,王多宇身上没有一个配得上这些财富的价值,他就无法与观众产生共情。 整个十亿经典的逻辑铺陈,在剧本层面根本毫无规矩可言,背后的价值观更是不敢苟同。 主创中诞生我们拍个一页暴富的电影来一页暴富版的想法开始,从来没有花心思站在电影本身的角度去考虑合理性,只管挣钱,脸就不用要了。 此理,同样适用于浮化道,美术不景,不光剧本出质辣造,在制作方面也不思心取,十亿富豪的故事,配套了硬件粉丽因经验,将观众觉得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贫穷限制了创作者的想象力,迪佩的场景充满山寨感,更够不上电影的两季,仅仅止步于网剧水平。 演员方面,沈腾现在是全民孝心,王牌对王牌中一评一项,都赚取消声无数,他的领先主演无疑给了西红是首富巨大的信心。 但还是那句话,主角在剧作层面,无法让人产生共情,演员即便使出浑身谢树斗的满场大笑,也无非是看小丑表演一般,角色本身不会带来感动。 送云化演的云主,从功能上来说是,为了引出王多余身上的善,中途作为必要条件加入了故事,与创作月头侠剧甚远。 最后,两人的热酒生情,上拉硬发多余顺其自然,最后筛情的尴尬程度与嫡俗笑料程度不相上下。 说句实话,小编是全程冷漠脸着看完了西红是首富,但同一场的其他观众,不乏有效的前仰后合。 至于是真的觉得好笑,还是因为太傻气而嘲笑,就不得而知了。 不过笑声不是检验一部喜剧的标准,有的喜剧看了让人开怀大笑,而有的是被影歌之观众去笑出来, 事后觉得非常难受,西红是首富属于后者,影片上映前夕,片方花了不少心思去做电影的宣传, 请了一众大V来做口碑引导,小编因此而继续起期待,然而成品却如此令人大失所, 哇,比起今年暑期当第一部大热的电影,我不是要人的平实力赚钱,叫嚣着要成为第二报的西红是首富, 则完全抱着玩票的心态,粗质滥造,高下律判,至于他一夜暴富的目的能否得逞,就交给市场去决定吧。 微博,at藤井书观影团,2011,公号,藤井书观影团。